词曲 李宗盛 主位同修 大家上午好 阿弥陀佛 请放场 我们读到感应篇 知过不改 知善不为 我自己也是非常惭愧 我们现在没有接触佛法 没有读过圣贤书的人 有过 不知道过 我们有学习佛法 接触到传统文化 学习这个经典才知道自己有过 而且这个过无量无边 非常多 现在这个力求 新冠状病毒的疫情 以及各种天灾人风 这个是果报 灾难是一个果报 所以我们看到全球人类 也不知道灾难怎么来的 这个新冠状病毒 这个灾难 以及其他的灾难 实在讲 就是上天 对人类的警惕 希望人类能够 知道反省 忏悔 改过 灾难就没有了 但是 如果人没有读佛经 读圣贤的经典 真的不知道自己有过 过在哪里也不知道 总认为自己都是对的 因此 不知道改过 忏悔 我继续造恶业 那这个灾难 真的是 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多了 这个从我们整个世界来看 从这里我们就知道 人没有读经 真的就 不知过了 那么从我们自己本身来讲 也是一样 这个世界只是 个人一个扩充而已 很多人形成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跟整个世界 跟整个宇宙它是一体的 今天早上 我突然接到 子子金昌 发一个YouTube的 节目给我 那么这个节目 它没有字 我给它点开来看看 那么这个就是 生命的觉醒 这个标题 主角就是 我们敬导和尚的大副法 东北哈尔滨 马克威公司的董事长 杨古城居士 他也曾经到我们双席去做过法会 我跟他也很熟悉 但是 我只听说他以前犯过肠癌 但我没有进一步去问他这些情况 今天早上我看到他这个讲述 二十分钟 我才明白 那么他 可以说也是一个大富豪 在他那个公司 我们平常每一天 他的公司我们也去过 也去跟他洒过敬 一天他那个布行 平常 大概进出五万人 如果节率 就十万人 很大的一个商场 那么他有这个财富 有这个福报 我听他讲 他是在前苏联 向苏联订了七条船的物品 后来他要费钱过去 苏联解体了 找不到在这 所以那七条船的那些物品 那都归他了 后来他遇到我们建老和尚 请问我们老和尚 这什么因果 老和尚说 那些人上辈子欠你了 还给你了 所以他有钱 但是没有读到经典 没有学习传统文化 那人有钱做什么 吃喝玩乐 就干这个事情 他说 当时 人家那个大陆 一个家庭 辛辛苦苦工作 一个月赚一万块来免币 他一天 最少要花一万块来免币 好像钱跟他有仇一样 那么结果 这个 感觉自己好像是 人生是在享福 有福报 后来有一天 发现自己身体怎么越来越没有力气 所以就去医院检查 结果是直肠癌 所以当时他就去开刀 割了一尺多的长度的肠子出来 还做化疗 一次做化疗要五十几个小时 非常痛苦 当时他感觉 人生怎么这样的结局 三次想跳楼自杀 好像有个因缘 让他也没跳下去 他有一次走到窗户前面 没跳下去 后来他 到美国去 他在美国也有产业 所以他 到美国之前 虽然人生是绝望 他感觉人生已经走到一个祭典 后来 也是无意中看到一片光点 就讲传统话 让他整个人生 一个180度的大转变 其中他就是 看到我们牢上讲的 这个 日本江本胜博士 水结晶的实验 他说水能够听得懂你的意思 他也做过实验 那他说 那他身上这个癌细胞 应该他也听得懂我的意思 所以每天就是跟他沟通 就是说 那你让我死 我们都一起死 也没好处 对你也没好处 不如我们和平共处 大家和谐地生存下来 他说天天讲 讲了三个月之后 再去检查 那个癌细胞都不见了 那么他真的忏悔改过 现在也是我们牢上的大户 我们牢上在宝国 要办这些一条龙学校 都是请他发行 那么我看到这个视频 我自己感到非常非常惭愧 真的很惭愧 我一天到晚在劝别人 反省自己 自己 知过不改 知道我会欠人 但是我知道自己的过 也不去改 所以三年前 五月底 五月二十三号 我在北京 花了盲肠炎 后来拖着病去做法会 回到台湾 去长庚医院住了五天 全身检查 那么大肠头跟盲肠当中 有一颗肿瘤 当时医生不敢开刀 他怕开刀 这个盲肠 超过开刀时间破裂 用抗生素压下来 但是 人病好了 就忘记痛了 我也知道 这个病 是怎么来的 我也会常常欠人家说 病从口入 但是自己 今天早上听 蔡老师的勤述制药 说 自己喜欢吃的 我就多加一些贪吃 我真的就是这个毛病 真的 我喜欢吃的 就吃很多 小时候我就养成这个习气 所以常常 我母亲用那个 闽南语 就是台语 骂我们 嘴巴饱了 就是 嘴巴饱了 你那个眼睛还没饱 吃在这边已经吃到这里了 还想再吃 我曾经给我母亲骂过 骂了不止一次 但是那个贪 实在很 这个习气很难放下 从小就贪吃 跟我父亲杀身吃肉 那就是种下这个因 那么这个 最近我这个肠子又开始发作了 在这个肠子发作之前 2012年是四高 那四高怎么来呢 我自己想一想 那不是病从口入吗 那不是吃出来的吗 贪吃 那么就不顾这个胃肠 它的承受了 所以这个要向大家忏悔的 这个 到后来这个肠根医院检查 这个病好了 又继续贪吃 吃的实在就是像感应片讲的 盈利过度了 真的太过了 也不管这个肠胃 它能不能承受 拼命往里面塞 那么最近这段时间 我知道 不行 开始在发作 所以现在呢 我就晚餐不吃 吃比较清淡一点 过去也是习气 其实 佛规定我们出家人就晚餐不吃的 贪吃 贪吃总是会找些理由 吃 自己 给自己找个理由 现在这段时间 那个肠子发作 我这个 这个 晚餐不吃 那天我到那个 土城 那个 两岸中草药行 吴医师给我撤血糖 不高 所以我看到 我一个外甥女 传给有一个饰品 有一个人 也是 什么高的来 他就吃太多了 他说他肚子饿了才吃 那什么都降下去了 但是这个之前 有没有人告诉我有 早在二十年前 张灵恩老局势 他中过风 他中风 所以这个 我就问他 那你怎么好的 他说我去请教燦公 燦公说你吃太多了 你晚上不要吃就好了 他晚餐不吃 真的他中风就好了 原来很胖 后来他很瘦 但是当时知道 但是还是打不住自己 贪吃的这种习气 真的是知过不改 真的是贪吃的习气 所以 我看到 我外甥女传给我那个视频 人拼命吃 然后血糖过高了 拼命给他消耗 不然就吃药 那么这个就是贪吃了 贪吃的这种习气 这个就非常非常严重 因此 我早上看到这个视频 感到非常忏悔 最近很多同学很热心 欠我去照大厂镜 去开刀 我看了这个 我不能再搞这个了 那我搞这个真的 对不起 活菩萨父母师长 诸位同修大德 你看杨胡纯基士 他这种病到这样 他都能调过来 所以我决定不去做这个了 再做这个 我真的得不起人了 自己要反省 要忏悔改过 如果这个病没有消除 就是说明我没有改 诚心不够 用这个来警惕自己 所以 过去我们镜中八祖 林慈大师 在竹窗水笔讲 病是种成良药 那病怎么会变成药呢 林慈大师讲 他一生三次大病 平临死亡 但是他每经过一次大病 他的境界就往上提升 这个在夏年级老居士 敬语里面也讲 病是良师有 没有这个病来警惕 我们 我们真的很难 觉醒 所以也非常感恩 我们诸位同修大德 护法基事的发行 关怀 因此 这个 必定要依照佛菩萨 这个忏悔改过 才是解决根本的问题 那么这个视频 我觉得非常好 这个 有收到我这个 的同修网可以分享给大家 希望 在我们镜中红化网 可以把它放上去 这真人真事 这值得我们 效法 学习的一个 佛孙生 实际的历史 那么今天 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祝大家 福费增长 发起充满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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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